大众请合掌 三称本师圣号及三归一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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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归一 归一佛 归一法 归一身 归一佛 归一法 归一身 归一佛 归一法 归一身 开经济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时 愿解如来真实意 大众请放掌 各位菩萨同修 大家吉祥 我们今天这个课是一个预录的课程 我们预录的时间是 2018年8月16号在台北 我们在这一段时间 集中我们的上课分享的重点 是金进波罗蜜 我们已经在之前 从几个面向 跟大家一起来探讨金进波罗蜜的深度内涵 我们不只是从无常宴礼门 也就是通过无常的一个边策 那么跟同学们一起来分享 为什么我们要精进 如果我们不及时进进 那么我们就是退堕 就是后退 然后堕落 那么尤其是在六道融合的这个当中 这样的一种 因为无常的风 无常的火快速地在那边燃烧 那么所以这个退堕速度又会更加快了 那么更何况 前一阵子我们跟大家提到一个比较新的名词 这个名词叫做北极震荡 也就是说在整个人类的一种 人文的现象当中 地理的现象当中 出现了所谓北极圈的一种 不稳定的一个震荡的现象 然后造成全球的气候市场 特别是今年的这个夏天 那么可以说在全球很多的这个地方 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 那个高温 而这个高温甚至连鸡都没有办法下蛋 这个高温已经造成了非常多的这个鱼类的死亡 然后这个高温已经造成了 在北半球很多的地方出现了所谓森林野火 而且一艘的面积都是非常大的一个区块的这个野火 从欧洲到北美各地都是如此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无常的 这样的一种这个所谓国土为粹 人命无常这样的一个现象下 那么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及时精进 及时的精进 因为如果我们不抓住时间 抓住我们现在当下这一念心自己还能够做足的这样的一个条件 优势那么来加速我们这个精进波罗蜜的话 时间一错过一切都做不了主了 第二个我们在这一段时间也特别借用了方多美教授的这个双回向的这个精进们 也就是说从生命的一个上回向跟下回向这样的一个双轨的这个运行 那么来了解说我们在人生在人间这样活着 它的最大的意义乃是双回向的完成 也就是透过这样一个双回向 那么我们深化了生命的意义 我们确实的呈现了显现的彰显了生命的这个意义 那么这一部分我们已经有两次的上课说明了这一部分 另外我们在这个当中也特别引进了大致多论的发去品 也就是发去大秤品 就是说我们菩萨要行这个菩萨道 要真正的行大秤的菩萨道 所谓大秤 摩河岩 印度的梵文叫马哈亚那 也就是说我们要在这个大秤的菩萨道上面 那么我们用什么东西来达到这样一个精进的一个最高境界呢 那就是我们引进了发去品的整个菩萨经体系里面 所说的十地品的十地境界 也就是菩萨道的十个最重要的这个次第 然后在这十个重要次第当中 我们怎么样从初第 二第 三第 四第 五第 六第 七第 八第 九第 十第 然后到了十地的时候 再上去还有三个境界 一个叫做等绝地 就是菩萨的智慧已经跟佛相当了 但是功行还没有完全圆满 然后在上一层 第十二层的时候 叫做妙绝地 那就是观音菩萨的境界 文殊菩萨的境界 那个已经是功行快要圆满了 但是跟佛的这种所谓的这个十字 就十种智慧力 跟佛的这个所成就的这个种种的这个功德圆满了 那么就是查那么一点点 那么第十三地就是佛地 就是成佛的最高境界 那么这可以说我们现在在讲这个经济波罗密 我们是从这三个面向来切入的 那么跟这个经济相对的是我们的惰性 就是懈怠 就是不经济 那么我们在大致论的第十五卷 我们之前已经跟同学们 从这个讲义上面五百九十页这个地方 那么我想请那个惠灵菩萨 把这一段带着同学们一起再来读一下 大众请合掌 其诵 三界火赤然 毕如大火焰 有志决断人 乃能得勉离 那么三界火赤然 这个是佛教的一个宇宙观 就是说我们所处的这个宇宙 它总共有三层主要的境界 那么最低的一层是欲界 就是六道轮回里面 其中五道都是属于三界的范围 就是最底下那一层欲界 然后这个欲界再上来叫色界 欲界是凡夫的境界 是离不开五欲的 那么到了色界是经过四禅的这个修炼 就是初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经过四禅的这个修炼 以禅化欲 就是用这个四禅的这个功夫 那么把我们的五欲把它清理干净了 升华了 那么这是色界是以禅化欲的境界 这四个字呢 至关紧要 我们在六波罗蜜的菩萨道的修持上面 我们紧接着现在所讲的这个 精进波罗蜜 接下去就是要讲禅波罗蜜 我们在六波罗蜜的修持当中 开始是布施波罗蜜 就是广结善缘的波罗蜜 也就是勤修福德的波罗蜜 所以这个福德之良 让我们在菩萨道上面 我们可以不断不断地持续地生进 然后接下来就是持戒波罗蜜 那么持戒波罗蜜是一种客观的一种规范 来自我约束 来自律 但是这个持戒波罗蜜在某一个程度上来说 是因为我们众生还有很多弱点 还有很多的习气上的一些 自己做不了主的这样的一种能量在那里 负面能量在那里 所以在持戒波罗蜜这个阶段里面 我们有很多的地方是很自我压抑的 所以为了要化解这样一个自我压抑的内心的矛盾 因此我们需要在持戒波罗蜜紧接着要修安忍波罗蜜 安忍就是一个转化 就是我现在支持不了 但是我要努力地转化 通过这个忍来自我转化 那么尤其这个忍这个字 安忍波罗蜜的忍这个字 你渐进渐进地修到了后面 它就已经不是忍耐了 它变成智慧 是一种更深的智慧来自我转化 所以就会有安忍波罗蜜 然后再用精进波罗蜜再坚持下去 但是到这个阶段 布施 持戒 安忍精进 前面这四个阶段所修的波罗蜜 都还是要不断地不断地做意 不断地不断地下一个很大的决心 来自己鼓励自己 但都还是在造作的过程 六部都不用吧 造作的过程 所以怎么样由造作而不造作呢 怎么样由开始的勉强的造作 转而变成一种自然而然的 从逆流而上到顺流而进 也就是说从作意 从造作 转进到无作三昧 不作意的三昧 这个不作意的三昧 也就是说无作三昧 是我们从空三昧到无相三昧到无作三昧 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 可以说是我们修行一个重要的拐点 非常重要的一个生进的这样的一种 一种升级的一个很重要的拐点 所以到这个地方 我有我们刚刚这四个字叫做以禅化欲 因为我们既然凡夫都有凡夫的欲望 都有凡夫的一些负面的习气 那这个习气如果没有充分地把它升华 没有充分地把它转化 那么内心永远都是在那边激荡的 内心永远都是在那边挣扎矛盾的 永远都是有挂爱的 因此以禅化欲就特别重要 那么要进入这个以禅化欲的境界之前 我们看到刚才龙述福大这个讲义 五百九十页的这个祭语 三界火赐燃 是什么样的火呢 就是在色界 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个三界当中 五蕴赐胜 五欲赐燃 就是我们的色身香味处 这个五欲 它是不断地在那边燃烧的 所以在三界火赐燃的这个当中 这个时候从欲界上去再来一层 就是四蕴天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色界 到了色界 我们才开始感觉到 生命的清凉 从初蕴到二蕴到三蕴到四蕴 到了四蕴的时候 是跟内盘的清凉境界很接近 但还不是内盘 还不是内盘 所以龙述福大说 譬如大火焰 这个三界的火赐燃 好像那个大火球一样的 所以一定要通过禅修 初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然后我们那个凡夫的情欲 才有可能一层一层一层转化 这个时候 我们对于我们内在的这种 与生俱来 累势累劫所积累的 这样的一个情欲的燃烧 我们才会开始 由赤热而转为清凉 转为清凉 没有这样的一种禅修的清凉的相应 也许在这样一个修行的过程里面 我们始终是在五欲次然的煎熬之中 不但化解不了这种内在的矛盾 而且这个矛盾会造成我们身心的不平衡 所以我们看到最近 那么很奇怪 在亚洲几个佛教特别发达的国家 那么都出现了一些非常负面的现象 包括泰国有十个佛教界的长老 竟然被法院正式判刑 而且泰国的佛教部 政府里面有个佛教部 还为了这个十个长老 因为触犯了这个戒律 受到社会的这个舆论的批评 那么还修订了有关佛教方面的这个规范 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 在韩国还有其他的地区 都出现了非常重大的颠覆性的 大地震一般的这样的一种 这个教团里面的一个内在的这个矛盾 所以以禅化育就特别重要了 因为我们毕竟 虽然我们也许在教界里面 好像因为自己的努力 贡献 因为我们的一种 一种长期的这样的一个 在一个生团的环境里面 也许你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但是也很可能 就是在一个组织化的 制度化的 在一个庞大的一个 已经是某一个程度说 把一个权力体系当中 你一旦拥有某一个程度的权力 所谓的权力也就是你的支配的 这样的一种power 那这个时候呢 我想权力使人腐败 权力使人盲目 所以我们就非常容易 在这样的一个庞大的一个 制度化宗教的一个体系里面 可能不知不觉的 我们成为权力腐败的牺牲品 没有人愿意腐败 但是你在那个过程 在那个大染缸里面 你被染了不知道 被染污而不自觉 这就是人生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所以我们看到龙书大 他说有自觉断人 有智慧的 有决心的 有一种断舍离的勇气的 这样的一个行者 他才有可能 乃能得免礼 你才有可能跳出这个三界的火载 所以这个呢是告诉我们 精进我们把它关来为三个主要的门 无常怨礼门 这是讲第一个 第二层就是我们讲的双回升进门 第三是我们强调的实地原层门 就是菩萨的这个实地这样一层一层的 那么圆满我们成佛的这样一个目标 请再接着 为您带大家念一下 以事故佛告 阿难正精进 如是不懈怠 直至于佛道 好 这里就是告诉佛陀告诉阿难尊者的话 一定要坚持正精进 精进有很多种 那么在佛教里面 在佛陀的四圣体的教法里面特别强调 正精进 正精进包括四个具体的指标 第一个指标是 以生恶令断 就是我已经犯了过失 我要下很大的决心 要让它断掉 为生恶令不生 还没有发生的 只是一个念头 或者有这么一个念想 那么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行为 那么我不要让它生气 这个自古以来古人所说的圣读 这个就是正精进的一部分 圣读 谨慎的圣 孤独的独 独处的独 那么为什么要强调圣独呢 像我们现在呢 这是一个网路非常普遍的一个环境 而网路的世界是一个最危险的一个陷阱 为什么 因为在网路的世界 它是一个匿名的世界 我们在一个实名的 一个自我直接呈现的世界里面 我们会有一个规范 可是人一旦进入了一个什么 网路的匿名世界的时候 那是一个可以做所有坏事的 这样的一个可能的空间 所以像一行禅师 那么他就提出来一个主张 他说 生团的成员 当他要上网的时候 必须两个人在一起 免得你自己一不小心 你掉到那个网路的一个负面的陷阱 你是一个不知道 所以这个是圣徒 以及发挥生团的这样一种 彼此相扶相成的这样的一个原则 所以正监禁的两点 后面还有两点是什么 就是以生善另增长 我们已经在推动了这个善法 正在往前追求的这个善法 我们怎么样让它继续增长 为生善另生 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念头 有很好的一个理想 我怎么样下决心 把它付出行动 所以以生善另增长 为生善另生 那么这个是正经境的四个指标 如是不懈怠 直至以佛道 那如果坚持这样的一个原则 那么菩萨的实地就有希望 我们后面八句再念一下 勉强而勤修 穿地能通全 精进亦如是 无求而不得 能如行道法 精进不屑者 无量果必得 此报忠不知 所以这个是告诉我们的 就是精进波罗命的原则 那么一定要有三个不同面向的一个努力 那么我想今天还要进一步跟同学们来分享一个想法 这个想法是什么呢 就是懈怠是以怎么样的形式来出现呢 不渐渐是以怎么样的形态来出现呢 我认为有一种懈怠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 就是思维的懈怠 我们现在看在网路上流行一个讲法 叫做懒人包 懒人包 你有没有办法这三个字先Google一下 这个是我们现在可以说在21世纪啊 在人类的这个思维模式上呢 变成一种人类的新的思维模式 而这个思维模式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一种思维障碍 可以请你把它简单的念一下吗 懒人包字面意义是让没时间经历的懒人也能使用的风包 只有人热心的将一个事件整理成简要完整的说明 以利于一般人快速了解 使缘于网路上为了要解决因为争议混乱 而不方便民众掌握参与的问题 事后有热心的人将事件始末 时序位置与主要论点等相关资料 整理打包成简要之图 图文内容让乐者快速了解 而现在也精进到了传媒的新闻动态 影片记录等多元方式呈现 也做论坛与商业行销 各地区都广泛在使用 这个定义虽然不是很完整 但至少是它呈现了我们目前在这个网路世界里面 一个流行的一种互动的一个模式 这个模式对某些方面就是我们的一种所谓的那个思维的这个一个深刻化来讲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致命伤 比如说我们常常会遇到有人来问说 请问你可不可以用这个两分钟把大事论的重点把它说清楚 那我们要知道大事论它是一个有庞大的内容的 你可以说这个主题可不可以告诉我 然后再慢慢我要再深入 而不是说你要别人把那个一百卷的这个大论 然后你说请你用两分钟 或者请你用三分钟 请你把这个论的内容告诉我一下 在英文里面有一种表达的习惯叫什么 叫做topic sentence 就是说你在读一篇文章的时候 在西方的这个文字的训练或者思维训练当中 它的逻辑的架构里面 它非常重视topic sentence 就是一篇文章 请你一开始就告诉我你的主题是什么 topic 就是你一篇论文里面你第一段话 它可能只有两三句话 但是这两三句话让我知道说 你今天这个论文的主题是什么 这叫topic sentence 然后紧接着topic sentence这个主题句之后呢 马上必须要有什么叫topic paragraph 叫主题段 就是我前面这是非常简要的一种 这个主题的这个呈现 然后接下来我要说明 要用一段文字来说明 这个主题到底要涉及到哪一些面向 所以就有topic paragraph 就主题段 那么紧接着主题段之后才开始分章节 就是分成哪几章 哪几个节 然后一层一层的把它摊开来 一层一层的来分析 可是虽然这个懒人包的思考模式 这个思考逻辑是很危险的 好像主题段讲完了 或者主题句讲完了 好像我就懂了 这个是非常大的一种思想的一个略等 就是说你知道这个主题段 并不代表你已经知道这整个主题所包含的内容 所以我觉得说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朋友 可能因为大家希望说快速的得到一种相关的这个讯息 反而造成一种非常偏差的一种思考逻辑 就是错把一个主题句 一个主题段 误以来说这个就是这个东西的全部内容 当然对某一些新闻事件 那么你用最简要的一个整理的方式 让一般的公众快速了解 那这个是OK的 可是我提醒大家就是说 我们这些所有思想性的东西 尤其是像我们现在在谈的 就是跟生命智慧有关的这一部分 它需要非常长时间的沉浅 涵勇 体验 然后不断地反思 然后不断地自我调整 不断地自我升华 还要遇到明眼善知识即时的指点 我们才有可能去明白到 原来生命的智慧是这么一回事 我前几天在泰国的西昌岛 就西昌岛 那么有一个小型的工作方 就特别提到曼达拉的这个概念 曼达拉这个思想是在七八世纪的时候 在尼泊尔形成的 那么这个曼达拉这个思想 告诉我们它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原理 就是说每一个人在他的生命中 一定要找到生命的核心目标 核心价值 核心的层次 然后一层一层 所以我把它分成十个面向 来开展这个曼达拉这个内容 那么虽然我讲了两个小时 但其实这两个小时也不过就是 我刚刚讲的topic paragraph 我也不过是讲了一个主题段而已 自己说你要怎么样去体验 什么叫做曼达拉 怎么样在这个你的日常生活里面 随时见过你自己的生命中的一个 生进的次第 或者曼达拉这个字在中文 还有一个简单的翻译叫谈诚 就是建立一个自己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架构 所以这个绝对不是说 我有这么一点简单的picture 一个简单的一个图像 然后我就以为我懂明白这个道理 一定要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去含涌 含涌两个字我觉得是特别有意义的 什么叫含涌 就好像我在品这一杯茶 这个茶第一个我们要闻到茶香 闻到茶香之后 然后到了这个入口之后 我还慢慢去含涌这个茶的茶韵 还有这个茶剂在身体里面慢慢这个运行 这个含涌的功夫是很重要的 含涌品味 这个都是要渐进的 所以我们现在这种懒人包的这个思考逻辑 是让我们跳过了那个含涌 跳过了品味 跳过了转化 跳过了实修 那么这就使得我们现代人在这样的一种懒人包的这个思考逻辑下 人变得越来越浮浅 而且对很多很深刻的这种生命智慧就犯了一个错误 这个错误用这个英国的哲学家 坏的话来讲叫什么 叫simple location 就是我们把生命中非常复杂的 非常幽微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议题 我们就因为这种懒人包的思考方式 不知不觉之间就把它简单定位了 其实生命不是这么简单的 我们并不说生命有那么难懂 但生命的一个内涵实在是非常多元的 非常多重的 那么这个多重多元的这个宇宙 我们怎么样如实的去观察 我们要给自己时间 这是我想今天第一段要来跟大家谈 我们如何避开 如何能够避开这样的一种肤浅的一种思考逻辑 这个非常的重要 那么在我们大致度里面 在我们刚才讲义的五百九十页这个地方 特别提到了 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利用善用这个三十七道品 那么来加深我们对精进菠萝蜜的这种 细微功夫的这样的提升呢 我想脑架那个慧宁菩萨 再来带一下同学 副次菩萨之一切诸法 皆空无所有 而不正涅槃 怜悯众生 及诸善法 是精进菠萝蜜利 好 那么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学空不正 就是说如果我们悟到了空性 然后就与空取证 那么我们后面的这个菩萨 很多的六菠萝蜜的这样的一个功课 就来不及去做了 所以这里是在提醒我们 请你打出来四个字 要能够做到学空不正 就是要靠精进菠萝蜜的力量 所以在这个后面我们大致度的内文里面 还有提了一个比喻 说菩萨呢 他用剑 把射剑射到虚空 那这个剑呢 它有一定的一个持续力 它到一个程度 这个剑的这个式 往前飞的那个式就没有了 就会掉 所以后面还要射一支剑 然后用后面的剑的力量 去支持前面那支剑 就这样剑剑相挂 就是这个剑能够一层一层的追上去 然后令不堕地 也就是让你的努力 不要掉在僧文披兹佛的 这一个小秤的境地 叫令不堕地 就是不要掉到二层的这个境界里面去 那么这个当中很大的这个力量 就是剑剑相挂 剑空不正 所以这个剑空不正 我们到后面还会跟同学们细讲 因为这个已经是一个实修实证的这个细节了 那请再继续 剑剑 剑剑 菩萨一人独无等旅 以精进福德利固 能破魔君 及劫使贼 得成佛道 既得佛道 与一切诸法 一向无相 其实皆空 而为众生说诸法种种名字 种种方便 度脱众生生老病死苦 将灭度时 以法身与弥勒菩萨 摩赫加社 阿难等 然后入金刚三昧 自碎身骨 令如戒子 以度众生而不舍精进力 好 谢谢 那么这一段话呢 又是把那个 可以说这个都已经讲到实修实证的这个境界了 就是说 菩萨在修行的路上 你要永远面对一种 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形容词叫什么 叫做 菩萨一人独无等旅 就是 你没有办 你在用功的过程里面 你有时候会觉得你非常的孤独 我刚引用这个英国哲学家坏的坏的讲 他说 如果你从来没有体验过孤独感 你就从来不曾有过真正的宗教体验 所以这种独无等旅的就觉得好像我现在正要突破这个东西啊 别人不会了解的 就是我自己要去经历过的 那么这种孤独感是我们成熟的必要条件 我们现在呢在这个煮饭的时候有种新的一个锅子叫高压锅 它是密闭式的 因为那个密闭的 然后产生更大的压力 使这个饭煮得更熟 更香 那么 更能够这个顺口 所以 修行的过程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过程 独无等于的这样的一种孤独的阶段 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大家一起体认的 那么 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 因为你的精进福德力 你要有福德你才能继续精进 所以 因此能够什么 一层一层去打破魔君 以及劫死贼 我们看到这个像Betroucci 他拍的这一部电影叫Little Buddha 小佛佛里面 那么这个电影我是特别要向大家推荐的 因为这个电影我看的次数 从戏院到看DVD 我看的次数大概有五十遍以上 五十遍以上 应该也不止 因为我在几个学校上课的时候 这个电影是必看的 那么看这个电影有什么好处呢 这个电影是我看过很少见的 就是佛教的这个电影当中 这个电影看了一不小心就会开悟 而且每一次看你都会有新的发现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你看到那个电影里面谈到佛 他成道以前在普利斯大 成道以前他经过了几层境界 简单的说有三层的境界 第一层境界就是看到魔王派他的女儿 那么来诱惑这个释迦摩尼太子 那么到了第二段是谋军谋将用火箭要来射他 然后所有这些火箭 那么到了这个释迦摩尼太子的这个面前的时候 全部都变成花飘落了 是什么样的一个力量 能够让这些充满了嗔恨的化身的这些火箭 那么能够化为那种慈悲的花飘落在你的面前 然后最后是魔王现身 魔王现身 所以这样一个过程都是靠你的精进福得力 精进福得力 不但如此 而且佛同悟道又既得佛道 与余切法一向无向 其实皆公 但是与无向法中 为众生说诸法 种种名字 种种方便 无向法 无文字法 然后善用各种善巧方便 来说种种的名字 种种的法 老子说呢 大道无名 名可名 非常名 强调是无言无说的 但是佛教的微妙 特别是大乘菩萨大的一个最大的微妙是什么 就是告诉我们 无言无说 但还是要善言善说 所以我们在中文里面常常 我们赞叹别人说 你这段话说得很好 很有内容 很有启发 我们叫善哉善哉 善哉善哉在患文里面叫 杀肚杀肚杀肚 杀肚是什么意思 善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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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不可言说的法律面 因为你的说明 让我得到了善解 让我有所领悟 所以叫杀肚杀肚杀肚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看到说 一切法一相无相 本来是不可说的 但是因为佛的这个智慧力 所以能够为众生说诸法的种种名字 种种的方便 因此度脱众生生劳病死苦 乃至于将魅度时 那么以法身与弥勒菩萨 摩和加色等入金刚三昧 就是说佛入魅前 那么把这个法传授给他的 所有的这些大弟子们 然后入金刚三昧 那么这个就是什么 不舍精进力 不舍精进力 然后后面这个很重要 父是如阿赖为诸比丘 说七觉知 乃至精进觉知 这一部分呢 我们休息三分钟之后呢 我们要特别再跟大家 来详细的讲一下 七觉知的内涵 各位菩萨同修 大家吉祥 我们刚才提到的说 这个金进波罗密呢 那么我们必须要克服 我们思想的惰性 那么思想的惰性 我们特别谈到了 现在流行的一个名词 叫懒人包 懒人包有它的方便性 但是懒人包让我们的思想 浅化 窄化 甚至于出现了所谓 简单定位的谬误 我们刚才接着要跟大家谈的是 七觉知 七觉知就是三十七道美里面 那么人类的觉性 与生俱来的觉性 也就是释迦牟尼佛 在普利苏加常道的 所发现的七个人类 与生俱来的开悟的本能 那这个七觉知里面 其中包括觉知 叫精进觉知 是属于一种动态的一种 开悟的能量 那么它一个 可以说是人之所以为人 就是人之亦禽兽者击兮 人跟动物其实有很细微的差别 而那个细微的差别 也是关键性的差别 那么这个关键性的差别 就是人有极高的悟性 而这个七种的悟性里面 包括我们的精进觉 就是我们那种精进的 坚持的 持续的 努力的 这样的一种开悟力 这种悟性 没有这样的这个悟性 我们不可能开悟 为什么说 三界的这个众生 只有在人间可以成佛 因为在人间 我们拥有悟性的最大的优势 这个优势之一 就是我们的精进觉 那么这一部分 因为我们在以前上课的时候 有讲过好几次 所以这一部分我就不再细讲 我今天要谈引进另外一个 就是我们张承基博士 那么他在一个很重要的论事里面提到 人类的思想的六种病态 也就是人类的这个思想 有六个非常大的误区 六个非常大的这个盲点 那么我觉得这一篇文字 特别发人深省 我现在请那个慧灵菩萨 来把张承基博士 这六段的这个所谓 人类思想的六大病态 那么跟大家做一个探讨 好 我们一段一段来 那个慧灵菩萨有请 人类的心事形态及思维方法 有什么缺点或特性 障碍人类原具的佛性呢 人类的思想大致讲来 有六种特性 第一 人类的思想方式是累积性的 这话怎样讲呢 我们在儿童时代 父母教我们认字 认一个个的字 例如 一 二 三 四 长大一点 进小学 先生教我们一句句的句字 进中学 先生教我们读文章 进的大学 我们研究论文 再拿数学来作例 我们先学 加减乘除 再学代数几何 三角为积分 我们学习的方法是渐进的 是一点点积聚起来的 以及是我所谓的累积性的方式 用这种累积性的方式 是否能得到尽所有制呢 当然是不可能的 这不是因为知识太多了 我们不能完全知道 而是因为我们求知的方法不对 是用累积性的方式 只能达到尽头呢 一点点的往上面推 是永远也推不到顶的 第二 人类的思想方式 是有限性的 人类的心 只能在一个时间内 思想一件事物 或几件事物 而不能思想 无限的事物 依佛教为世学者的看法 人有八式 也就是说 人的心有八种不同的功能 这八种不同的功能 皆有其先天的有限性 如掩饰 只能见色法中的某一部分 色法中的无表色 是普通肉眼所不能见到的 用近代科学常识来说 普通眼视及耳视 所能见到与听到的 只是在颇长中极小的一段 在眼视及耳视中 所感觉出来的颜色和声音 高颇及短颇的色及声 就都看不见听不到了 鼻 蛇 声 三式 也是一样 至于第六意识 表面上虽叫其他前面所讲的五式 活耀锐利 实际上他的功能也是很有限的 第七式指原假象的我 是什么都以我为中心 当然更属有限性的 至于第八根本是 是否有限这一点 其多人的看法颇不一致 我认为说 我认为说第八式的功能 在众生未是有限的 如果从大原禁制的无限性 我们的理智 和情感的冲突 所产生的 我们的情感要我们这样做 可是我们的理智却告诉我们 不应该这样做 人生的悲喜剧 无非是冷酷的理智和热烈的情感 这两个导演冲突决斗之下的产品 可怜的人类在这两大相反的剧流冲击之下 真是尝尽了心酸 如果我们说人生一生的经历 无非是情感和理智反复消长的继承 亦不为太过 理智和情感在人类的心中 是两个随活不相容的东西 一个是冷的 一个是热的 情感是先天本能的冲动 理智却大半是后天学习及经验的结论 人类心中的理智和情感 还有一个特性 就是这个冷的理智和这个热的情感 不能在同一时间存在 理智到了高潮的时候 情感总是低潮 比如我们专心地思想一个数学题目 例如我们专心地思想一个数学题目 或哲理上的困难问题时 我们当时的情感总是很微弱的 可是当我们与人恋爱或是吵架的时候 那也就是情感发挥到高潮的时候 那时的理智总是非常低落的 因此我们证明理智和情感这两个东西在众生为时是互相抵消 同时不并起的 以这样一个水火矛盾的心 怎么只能达到卑至无碍的佛境地呢 这是绝不可能的事 大卑与大智并起 使诸佛的不可示意境界 也是我们学佛的所努力的目标 如果我们的心是矛盾性的 卑制不能并起 圆满佛位是无法成就的 谢谢惠宁菩萨现在前面讲的这个三段 前面这个三段就告诉我们 这个人类的一种理性的发展思维 它是有一种累积性的 就是我们不太可能直接就跳到一个更高阶的这个东西 那么这个就是人类的一种思想 也就是刚刚谈到第二点就是人的思想的有限性 但是这个有限性是什么 我们看到这里张成基博士他反复讲的 这是凡夫位 就是我们在凡夫的境界里面 我们跳脱不出这种思想的累积性 跳脱不出思想的这个矛盾性 跳脱不出思想的这个有限性 但是如果像刚刚谈到第三一点 谈到什么 谈到这个大悲与大志 在佛菩萨的境界是可能的 悲制可以同时并起 但在凡夫地它不能并起 它是冷热矛盾水火不容 所以这个是首先我们要了解前面的这个三个重点 请继续念第四点 人类的思想方式是颠倒性的 我们前有一张桌子静静地站在那儿 我们看不出这张桌子有任何的动态 换句话说 掩饰告诉我们 这张桌子是静止的 可是我们的意识却告诉我们说 根据科学的证明 这张桌子不但时时刻刻 跟着地球在太空中运动 而且组成桌子的原子电子 更是时时刻刻地在那儿运动 掩饰和意识 即其他各式之间其实是经常在那儿打架的 打架打得太多了 人类就养成了一种协调的本能 不去追究各式之间争斗冲突的熟是熟非 只要各式能相安无事 各尽其能就算了 如果我们认真推敲 人类的心事真是一堆乱招 一篇糊涂涨 这种各式各自为政 各式其事 先路为主 不求真理的现象 我们称之为颠倒性 第五 那么这个颠倒性是我们最常见的 也是人类的这个思维 最大的这个误区 所以尤其像现在量子力学 已经告诉我们更多有关 事物的这个真相 那么如果说从量子力学的这样一个 所有的一切能量其实都是一种运动的状态 那么我们对这种客观的世界的认知 其实是非常颠倒的 非常有限的 那这个论述还只是一个比较接近 现在科学的量子论的这样一个说法 如果我们进入一种更深的一种所谓的 刚刚讲圣者的境界 到了那种这个圣者实证的这种境界的时候 我们看的世界又不一样 这个叫颠倒性 就是我们现在所认知其实是非常有限的 而这个有限性是甚至我们看到是颠倒的一个结果 这个是这一段我觉得很重要 第五段 第五 人类的思想方式是虚弱性的 人如果不能集中力量 来应付一件事 是很难成功的 力量集中实在是成功的必要条件 力量分散也是失败的主因 人类心事既有八个 八事是一亿或唯一婆 八事是一亿亿 唯一婆会推敲之问题 此处所谓八个 亦只是为了说明而已 并不指定人真的 真有八个心事 特此声明 这八个事又各行其事 力量自然就分散了 我们工作最有效率的时候 也就是诸事集中力量 像某一个问题进攻的时候 我们在应付一个大问题时 或意见一个重大难关时 我们总是前神贯注的 普通人的心事力量 有百分之九十的时间 是分散的或消费了的 再进一步说 人的行动与思想 都是受习气所支配的 无量的习气或潜能 都潜伏在寒常事之内 一欲基岩这种潜伏 这的种子 即会发生作用 名为现形 以同一刹那各式的种子 既都能预言而起现形 而事实上又往往是诸事并起 因此力量自然分散 诸事同时并起 在佛位是妙用功德 诸事同时并起 在众生位却成了过患 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 佛法里有一句话 众生以菩提为烦恼 诸佛以烦恼为菩提 是很有意义的 话不要扯得太圆 总之 人类的心事是虚弱性的 没有大力量的 要成就诸佛的大功用 以这样奚落的心事形态 是绝对不行的 第六 人类的思想方 诸念一下 诸 他后面有一段诸 你那边没有是不是 我这里补充一下 张智英博士他说 这个八识到底是一或者是意 是一个很会推敲的问题 那么这里所谓的八个 也不过是一个方便说而已 并不是说人真的有八个心事 那么这一段话特别重要 是因为我觉得在张智英博士的分析里面 人类的思想的最大的误区 最大的盲点就是因为 你在佛的果位 跟在众生的这个凡夫的这个位置上面 你看到的时间刚好相反 那么怎么样叫相反呢 这里面我觉得有两句话特别重要 诸智同时并起 在佛位是妙用功德 就是我们各种的智慧 不管是五字或者是八字或者十一字 那么这个智慧同时起用 甚至在佛的果位上面 的一种妙用无穷的功德 但是众生的八字或甚至是前面六字 同时起作用在众生会反而变成一种干扰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凡夫地 在佛菩萨的这个果位的这个不同境界上 你看到世界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努力的转世成治 就是把凡夫为了这个诸事 并起相互干扰的现象 通过我们的正念的集中 就正念分明这种集中的这样的一个努力 然后把八字或者说把八字转成五字 就是成佛的五种基本的智慧 包括这个成手作制 大圆进制 妙观察制 变成这样的一种整体启用的 这样一个佛菩萨的功德 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在谈到 人类的这个思想的过失的时候 那个只是负面的 事实上它有正向的这个 自我转化提升的这个可能性 这个就是为什么 张诚信博士在这里要提到 人类思想的虚弱性 相对成佛的果位来讲 我们在凡夫地的这个思想 思辨力是很不够的 很不足的 好 第六个很重要 第六 人类的思想方式是直实性的 这一点是六种特性中最重要的一点 简单说来 就是人类的思想 无论何时都是直实的 直实者直万法为实有 或直万法有定向及自信 自以怎样直又怎样的直以为实 却是个极复杂的心理问题 及哲学问题 西藏中观学派及无上密宗 对这一问题有独到的精辟论说 希望以后有机会和大家再研讨 在这个广泛的原地里 今天只想提出一点来谈谈 我们看见这是一张桌子 那是一根柱子 我们任何人都会肯定的说 这张桌子不是那根柱子 那根柱子也不是这张桌子 人类思想的直实性 说来虽千头万绪 但如能了解 这个是这个 那个是那个 这个不是那个 那个不是这个 这一基本直实形态 也就对直实性有益相当的了解了 人们出生以后 所受的教育都是教你直实 教你这个是这个 那个是那个 是是是 非是非 一天到晚 竟是装些这种直实的观念 我想再举一个有趣的故事 来帮忙各位了解 人类思想的直实性 从前有一个老和尚在房中 无视闲坐着 身后站着个 试着小沙咪 那时门外有甲乙两个和尚在争论一个问题 双方坚持不下 一会儿 甲和尚气冲冲地跑进房来 对老和尚说 师父 我说这个道理是应当如此这般的 可是已却说 我说的不对 你看我说的对 还是他说的对 老和尚对甲说 你说的对 甲和尚很高兴地出去了 过了几分钟 以和尚气愤愤地跑进房来 他质问老和尚道 师父 刚才甲和我辩论 他的见解根本错误 我是根据佛经上说的 我的意思是如此这般 你说还是我对呢 还是他对 老和尚说 你说的对 以和尚也欢天喜地地出去了 以走后 站在老和尚背后的小沙咪 悄悄地在老和尚耳边说 师父 要就是甲对 要就是乙对 甲如对 乙就不对 乙如对 甲就不应该对 你怎么可以像两个人都说 你对呢 老和尚掉过头来 对小沙咪忘了 一望说 你也对 这是一个很有趣味 同时也极为深刻的故事 这个故事 活现地说明了 佛的无碍境界 与众生的实质境界的大不相同 把华言的无限哲学描写得淋漓尽致 无碍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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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没关系 那个谢谢惠林菩萨 您是念得真的很有层次 也很有韻味 是一种在禅定中念出来的这个声音 我觉得特别的好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讲到人类的思维 一个最大的盲点就是直实性 这个直实性 我们用龙树菩萨在中论里面的话来讲 叫自信界 那人的自信界是怎么样产生的呢 龙树菩萨把它分成三个重要的面向 我们休息五分钟之后 继续把这个很重要的课题 跟大家来一起探讨 各位菩萨大家吉祥 由于以上所分析人类思想的六大特性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就是以人类现有的思想方式 是绝不能得到佛果的 用人类现有的思维方法 心事形态 是绝不能得到佛的如所有制 尽所有制 佛的无缘大悲和佛的无边能 和佛的无边大能的 然而全智 全卑和大能 是不是不可能达到呢 释迦摩尼佛以身作者 拿他自己的修行过程做榜样 明白地指示我们 如果我们能将现有的心事形态 思维方法转变一下 把六个毛病都治好 本来具有的佛性就能自然显露 基于这个道理 佛法不教人在所知的境上努力 如科学家对于研究现象界的努力 或佛学家们对于考据经典的努力 佛法却教人在能知的心上下功夫 把能知的心扩大和发展到最高峰 全智全卑和大能 都能自然而然地以显现 那么很谢谢惠林菩萨念的这一段 所以像张成吉老师这一段话 虽然很简要 但又是非常恶要 非常关键 因为以我们人类现在普遍 所呈现的这种思维的惰性 这种思考的逻辑 这种思考的这样的一种进入 我们进不到佛的境界 我们成不了佛的智慧 所以张成吉伯洛在这里提供 给我们一个非常关键性的 一个枢纽 一把钥匙 那就是说我们应该把我们学佛 把我们研究佛法的这个努力的重心 从所知的境转到能知的心 这才是根本 我们在所知的境上做种种的分析 做种种的心理的投射 而且所有的投射都在反映 人类的与生俱来思维的一个 最大的盲点叫做自信见 这个自信见的这个形成 我们如果仔细去看中论第十五品 观有无品 观有无品当中 我们看到黄教的中国八大师 他特别对中论观有无品做了一个非常惊讶的 剖析归纳 也就是说在这样的剖析里面 从龙素不大对观有无品的这样一个论述 我们就看到了人类的思维 有三个东西组成了自信见 第一个是时间的永恒性 第二是空间的独立性 第三个是关系的孤立性 就是说我们人类在自信的这个思维 比如说我们会把我们的认识的这个世界 把它概念化 所谓的概念化就是说 把这一个我们认识的这个世界的这个内容 变成一种名像 变成一种term T-E-R-M 一种名词 然后在变成这个名词之后 所有我们用的名词 或者我们所有用的概念 它必须具备三个特质 第一个 这一个东西 第一个 它在时间上 不管任何的这个时间的变化 它的定义是不变的 这就是时间的永恒性 第二个 它不管在任何一个空间里面 它在那个空间当中 它必须具备什么 就是那种空间的一个孤立性 它不受空间的影响 然后第三个 就是它的 跟所有存在的这个事物之间的关系 它是绝对孤立的 这个叫做 永存 然后独存 然后在关系方面来讲 叫做孤存 就是时间的永续的不变性 空间的绝对的独立性 以及关系的绝对的孤存性 所以我们用人类的这种自信见 也就是用人类这种惯性的这种思考逻辑 来看这个世界 我们永远有偏差 而偏偏我们现在 尤其在二十世纪人类发现 人的左右脑功能是不一样的 我们的右脑 更多的horistic的这种understanding 就是这种整体性的一种理解 而我们的左脑 偏偏又多的是什么analytical knowing 就是一种更多的一种 什么问题 我现在讲那个概念的三性 那么在这个概念三性的当中 尤其通过人类的左脑之后 我们的左脑更多的理性的分析 而这种理性的分析 那么就会造成我们看不到 整个宇宙人生的整全性 就是我刚刚讲的 horistic understanding 我们缺少这种整全的 对这个世界一个整全的 一个认知跟理解 尤其是理解 所以我们看到那个 在英文里面有两个字 to understand 一个是叫to know to know就是知道 知道它是分析性的 可是to understand它是用理解 这种理解可能是心灵神会 可能是以心应心的 那么像一行禅师 它把那个剥落心经的这个剥落 它就用非常简单的英文来翻 叫understanding 所以心经它把它翻成 the heart of understanding 就是一种理解之心 是一种理解 那么我想在中国 这个古时候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字 就是情跟理 理就是理性的 但是情它是一种感性的 然后宇宙人生的一个完美的这样的一种 那个image 它的一个完整的这个形象 它是情跟理平衡 所以我们常常俗话讲说 要和情和理 我们不会只是讲情 我们同时要讲和情 不是讲情也不是只是讲理 而是情跟理要圆融 那么这个才是完整的这个人生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张晨熙博士 这两句话特别重要 就是我们在进入佛法的这个智慧境界的时候 我们要把重心从所知的境 转到能知的心 所以我们看到我过去几次 引用方多美教授的一个一首诗 就是所觉度克田 就是你对佛法的生命智慧的这个了解 都是把它客观化 变成一种客观的知识 所以所觉落到客田 一种客观的一个对象上面去了 这就造成我们跟宇宙的一种 对立性的这样的一种 一种误解或者一种 一种直见扩大的一种矛盾 这是我们特别要去解决的 也是我们今天在研究佛法师要特别注意 然后我们很幸运的就是说 在张承基博士的这一篇 人类思想的六大病态之后 后面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说病态是病 那么要开药方 然后我们看张承基博士 他开了一个这个药方 老家那个慧玲菩萨再念一下 然后请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张承基博士他有一个特别得力的 而且智慧特别高的弟子 就是我们沈家臻居士 那沈居士我之前跟大家介绍过 我们特别请纽约庄严寺的这个傅立心博士 在课堂上跟大家谈沈家臻居士 那么沈家臻居士呢 他就把张承基博士的这个所讲的 这个怎么样消灭这个人类思想六大病态 那么做了一个整理 所以我们现在下面所看到的是 沈家臻博士 沈家臻居士 他所做的这个整理 那老家一下 先把大纲念一下 怎样消灭病态 禅定的三部境界 一 烦恼特胜 心不能安 二 虚幻境界 三 路镇定的境界 禅定之实修 实际修法 第一 一 专注修禅定 第二 一 观想修禅定 第三 一 调习而入定 第四 一 念诵修禅定 第五 一 运动修禅定 第六 一 心性修禅定 随时随地可修行的方法 第一 利用各种机会安定你的心境 第二 遇事 事作静一步观 第三 将你自己比作佛 第四 时时要想到因果 第五 发菩提心 那么我们看到张成熙博士提出来这个对峙人类思想病态的要方是什么 就是禅定 禅定的修行方法我们看到张成熙博士也在这个地方很明显的提出了三个面向值得我们大家去特别注意的 第一个当我们烦恼赤胜的时候就是五印赤胜苦 那么这个烦恼特胜的时候我们心安定不下来 这个时候我们要修禅定是很困难的 所以因此第二个我们要认识到什么虚幻境界 我们看到这个心经里面讲到一个就是菩提撒头依波罗波罗密度故心无挂爱 无挂爱故 无挂爱故 无有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这个颠倒梦想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这个障碍 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 所以这个虚幻境界英文叫illusion 这个illusion是我们很多错误的这个根源 而且也是人类的这个思想病态里面很大的一种病态 所以这里面这个张成熙博士因为他个人都是实修的 他跟那个陈建平上师他们都是实修派的 那么他们就提到禅定有六种修行的实际修行的方法 然后呢又提到了随时随地可以当下用功的 他建议有五种方法 最后一个就是发菩提心 然后我们现在来跳到那个后面张成熙博士 所整理的这一段 那个慧宁菩萨请 既然明白了人类心事的六大特性 实是障碍成佛的主要因素 而能如想成佛 则非要根本消除这六种病态不可 然则这六种病态怎样才能消灭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 就得讲到佛法中最重要的教导 定慧禅定及智慧或止观的学问了 定慧实在是对峙这六种根深蒂固的心事毛病之基本方法 禅定非佛法中所仅有 印度教及中国的道教 对禅定也都有极深刻的了解和金箔的成就 在佛法中解说禅定和智慧的书籍 真是汗牛冲动 这里只能集盖瓜的向各位介绍 做一个开端 人类心事的六大病态 虽然其表象与功能皆互不相同 可是他们却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性 那就是这六大病态 都是战动性的 动作性的和进行性的 我想用英文来帮助说明一下 那是 思想在英文中有很多不同的字 例如should reflection consideration thinking 等等 这些字里面 我认为thinking 这个动名词 颇能描写人类思想的动作性和进行性 在动词think后面加了一个ing 使人直接的感觉到思想的流动向 这个波动式的思想流续向 是心事病态的基本向状 唯有用禅定的方法 去平息这个波动的心流 才能开始谈到转世承治 人类的流动心事 经过一番平静的锻念后 就会发生许多直的和向的变化 以禅定的力量做基础 再加上抉择会 就能见次抚灭心事的六大病态 普通人的心事是波动的 但入禅定时的心事 却是平静的 用图线来说明 有如下图 通常的心事 心事像 禅定原只是一种 特殊的心理和生理现象 并不任何神秘怪诞之处 常人的心理和生理 有其相互关联 及相互的影响和作用 制成一套禅定的心理和生理 也制成一套 不过若以普通人的眼观来看 便认为特殊了 这种特殊的心理 生理状态有许多不同的名词 例如静态 禅定 指 余切 等等 每个名词都有着 都着重在描写 此一特殊心理 生理现象的摩一方面 范文里所用的 三摩地 即是描述禅定的专门名词之一 现在参照佛法印度教中国的道教中 关于禅定的叙述解释 是对禅定做如下的定义 禅定是一种特殊的心理生理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 心理方面的显著现象是心住一静 无波动或妄念起伏的现象 生理方面的显著现象是呼吸作用 血液循环和心脏跳动的缓慢维系 以至于绝对的停止 据佛学家们的研究所得 深的残地境界大都是呼吸停止 和心脏跳动停止的 以解释人生之生理结构 认为消化系统 呼吸系统 行环系统 排泄系统等等 都是为了支援神经系统的作用 而设的 神经系统也只是为了做精神或心事活动的 依靠圆而异 在入定时 心事已几乎停止其活动 其实神经系统 已不必忙碌的工作去支援它 那么为了支援神经系统 而设的循环系统 呼吸系统和心脏跳动等作用 都变成多余的了 根本不需要的了 明白了这个道理 对于入定时 呼吸停止 心脏停跳等现象 也就不会大惊小怪 或发生浅世的怀疑态度了 禅定为克制人类心事思想六大病态 深浅世的怀疑态度了 禅定 禅定为克制人类心事思想六大病态的一种方法 先跟进一步向各位简单介绍 禅定的境界及重要的修法 我们今天对于人类思想的六个病态 简单说就是人类思想的惰性 我们先谈到这儿 因为我们后面还要更深一层地跟大家谈到 因为紧接着禅定波罗蜜 我们到了后面也就到了九月份之后 我们重心就马上要进入了 要进入了禅波罗蜜 那么我想在进入禅波罗蜜之前 我个人非常希望大家在这段时间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就是我希望大家在这段时间要多念诵波罗心经 如果可能每天念二十一遍 早上也可以 晚上也可以 就是每天你要把这个功课做起来 这个会有一种加工用型 而且提升你的质量的作用 包括说我们刚刚看到这个 张神尼博士提到这个很重要的这个一点 我们怎么样能够通过禅定 而其中一个方法就是读诵 就是读诵经典 背诵经典 或者背诵这个咒语 那么像波罗蜜最后那一段就是 集收作业 那个就是咒语 而这个咒语的能量是非常大的 我记得在1990年我到泰国参加一个连续十天的这个禅修 内观禅修 是一个非常卓越的一个 一个泰国的老师跟一个英国的老师 那么他们指导的 那么在这个禅修当中我们就遇到一个同学 他是来自孟加拉一个法师 那么后来到日本去弘法 那么弘法十五年之后 我去年在日本也见到他了 然后最近又在印度见到他 因为他离开了日本 然后现在跑到印度去再做进一步的这种学习 那当时他在泰国参加禅修的时候 他每天不敢打坐 因为他一坐就认入申定 为什么 因为禅定这个东西是要动的跟进的要合一 动的部分就是属于观 进的部分就属于止 但是他两个不能平衡 所以他不敢睡觉 因为他 他一入定 就进入那个不能动的状态 后来我就教他 波罗行进最后这个座椅 我叫他反复脸 结果他就把那一个 只能进而不能动 只能止而不能观的这个难关给克服了 所以我希望同学们就是在未来这段时间 请大家做一个功课 这个功课就是要读诵薄弱心经 如果可能每天二十一遍 至少要念二十一遍 至少要念二十一遍 那么我们今天就先供学到这里 我们后面还会接着跟大家继续来谈 怎么样克服我们思想上的惰性 除了今天讲的两点 一个是懒人包的思考逻辑 这是一个非常怎么讲 很方便但却是我们深入生命智慧的一个很大的障碍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今天 透过张成奇博士所分析的 人类思想的六个病态 而这个病态是障碍我们由凡夫地转入菩萨地 从凡夫的心进入菩萨跟佛的果位相应的 一个很大的障碍 我们今天先讨论到这里 也今天特别感谢惠灵菩萨 这个念得非常的好 也感谢我们Grace菩萨 他非常努力的 也把这个应克的一些突发性的这个障碍 都可以克服了 祝福大家吉祥进步 大众 大众请合掌 恭送菩萨 波罗密多心经 观自在菩萨 行身波罗 波罗密多时 照见五印皆空 度一切苦恶 设立子 设不亦空 空不亦色 设即是空 空即是设 受想行事 亦复如是 设立子 设诸法空想 不生不灭 不够不尽 不真不解 事故空中无色 无受想行事 无言而彼此生意 无色生相未处法 无眼界 乃至无意识界 无无谜 亦无无谜境 乃至无老实 亦无老实境 无苦及灭道 无知亦无德 亦无所得故 菩提萨多 依波罗波罗密多故 心无怪 无怪故 无有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究竟涅槃 三世诸佛 依波罗波罗密多故 得阿妙多罗 三秒三菩提 故知波罗波罗密多 是大神咒 是大明咒 是无上咒 是无等等咒 能处一切 真实不虚 故说波罗波罗密多咒 即说咒耶 咖啡咖啡 咖啡咖啡 咖啡咖啡咖啡 咖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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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 莫迪斯巴哈 喀帝喀帝 巴拉喀帝 巴拉三喀帝 莫迪斯巴哈 回向 愿消三藏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不愿罪障息消除 世事常行菩萨道